他送给爱人一栋 然后一招致命 和爱人彻底告别 长月静明也随之大结局 随后同辈到消失 可苏苏却想和爱人一起灭亡 这世上没有了魔神 也就不需要生命了 谭台静拿出护心灵 护住了爱人 我又要骗你 然后把自己的魔骨挖出 随着魔骨的灭亡 阳光开始出现 而此时为了守护子明儿白了头的火 也知道是谭台静身亡换来的 而醒来后的黎苏苏 躺在了王宫 看到了自己的墓碑 原来爱人在消灭一切之前 穿上最圣洁的衣服 为爱人亲手磕下墓碑 然后幻化出爱人的样子 用自己想听到的话 让爱人说给自己 谭台静 你要走了吗 是啊 我要走了 那我就在这里等你回来 你要早点回来吗 好 我很快就回来 这一刻 他的心痛到极点 可为了爱人 为了爱人守护的苍生 谭台静 你不要难过 你不是魔神 不是杀人凶手 也不是带来灾祸的怪物 你叫谭台静 是我最喜欢的人 他只能如此 而看着爱人刻下的字 他知道爱人已经灭亡 他也知道爱人又一次骗了自己 又一次保护了自己 谭台静 你有骗我 五百年后 这世界终于太平 而他们的海也长大了 这个世界没有战争 神魔和人都可以和平相处 小狐狸也修炼出人生 和爱人一起守护者子民 当想念爱人的时候 苏苏就拿出护心灵 因为这里面 有爱人仅存的神石 多年后 而爱人终究会回归真龙之身 成为真正的战神 感谢观看